近日,记者进入了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疫情风控区 珠江街自6月5日发现6例境内新冠肺炎感染者后 就立即采取了相应的风控、封闭管理 该区域虽已连续数日未有新增感染者 但出于疫情防控考虑,日前一直处于风控状态 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经贸管理处处长梁永峰介绍 风控区内的居民可以凭政府发放的通行证 在做好戴口罩、戴手套、测体温等防疫措施后 两点一线前往重新营业的超市和农贸市场购物 迅速把这个主力超市开启 目前为止我们有20天左右的订单数 线上订单数已经走到了9000多单 线下已经是36000多单 所以话居民的生活供应保障基本上还是得到满足的 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个全流程 跟进我们居民从离开家的一刻到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购物经历 进行一次模拟 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环节里面有什么不顺畅的地方 或需要加强的地方 杨永峰表示 南沙区政府每日会对风控区的物价进行调查 保障风控区内物价稳定 首先是每一天我们会有这个市场部门来进行一个现场 一开业的时候的一个巡逻 也有这个综合执法部门来根据居民的一些反馈 来对这个产品的价格还有质量的一个一个检查 在重新开放线下购物的天会百货商场 超市货架上整整齐齐的放着零食 饮料 粮油 蔬菜等商品备货充足 天会百货商场人事经理增一 看到久违的顾客有些开心 他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二十多天没有回家 现在大家见识做事 哪里需要就搬哪里 负责一些我们线上的一些工作 然后一般的话我们都是加货补货那一些 这些都需要去做 包括一个卫生 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分工的 所有的人是见识做事 哪里需要搬哪里 如果我们不做事的话 我们的群众就没有饭吃 没有米 没有油 没有菜 没有肉等等 我们就要做好我们的每一件事情 现在这个时候就绝对不能放松 我是希望就是这个战役 打到最后 胜利了之后我们再回去 记者在该超市看到 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正忙着打包线上订单 然后交由外卖员配送至居民家中 其中陆续有外卖员将打包好的商品 放置到嘉安花园专线的无人车上 准备运网嘉安花园 据了解 此前嘉安花园由于发现六例感染者 而实施了封闭管理 嘉安花园于6月19日调整为封控管理 记者在嘉安花园门口看到 许多工作人员 志愿者仍在片刻不停的忙碌着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忙 每个人都很辛苦 因为现在这些天是因为不用穿防护服了 之前穿防护服的时候都是很辛苦的 因为天气非常炎热 所有的东西我们一动啊 就会身上就已经出汗了 我们每天的工作服都是湿透的 因为中间是不允许脱下来的嘛 一直从早上八点一直穿到晚上八点的 头一天都订单很多嘛 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 我们要第一时间在那个客户需求的一个时间之内 我们要给送拿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我们有三辆车 还有其他的车一直都在不停的送 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的 一份心情吧 就是想做点事情 献一份力量就可以了嘛 就给这里的群众进行个彻底温 是吧 还有一个给那个隔离的群众一个心理辅导 还有收职 和反映群众的诉求 协助预会员 进行一个疫情的一个核酸检测 还有上门入户的一些核酸采样吧 这里的群众呢 它是很配合我们 支持我们的一个政府的工作的 他们就有什么问题 都很相信我们 家安花园居民戴爱玉告诉记者 封闭管理期间最让它不能忘怀的 是那些不辞辛苦 为居民服务的工作人员 我们在研究核酸的时候我们下去看的嘛 哇他们全部湿了 有些就一身寒 有些我看到了 哇 真的很感动 很辛苦看到他们 是真的 所以我都很感动 这些工作人员 大家呢 要做好这个防疫 措施 给大家互相配合 所以我们这个疫情 早点 急促 让我们安安心心地 在这 过我们的生活 据广州市南沙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除珠江街 嘉安花园 及个别防控区域外 全区其他区域的餐饮服务单位 从6月26日起 恢复唐食服务